最大的能量是分享 它越分享就变得越多 我小时候住在台南中西区的岸霞宾 在队岳的城墙附近 这条街以前叫做Logo一街 小时候听阿嬷说 阿咒拆了两栋新的房子 捐地盖庙 旁边的石碑都还可以看到 阿咒的名字刻在上面 我从小就遗产了阿咒的 阿咒的精神 这样的DNA延续在我的血液里面 小时候喜欢摸着城墙走 那种粗糙的孤老石 和斑驳的城墙 书写着童年的记忆 记忆里和时间的记忆呢 也转印在我的作品当中 起初五丙二语 并没有宗教的意念 只是在阐述爱与能量的一种分享 耶稣就问他的弟子 耶稣这个人有五饼二鱼 耶稣就向天父祈祷祝福了这五个饼跟两条鱼 你们分给大家吃吧 门徒们照着耶稣的吩咐 就把这五个饼跟两条鱼 分给在座的群众 所以这可以说是 耶稣第一次选的奇迹 对我来讲 东方跟西方这两个东西 它有一些很类似 西方讲五丙二语是基督在传教的时候 它的神迹或是圣欲这样的东西 我们也讲到五福临门 年年有余 它事实上是一个能量的分享 我们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馆 经常思考的是如何运用各种方式来促进台湾跟教廷的关系 因为今年是教宗就职十周年 曾老师他一系列画作 特别是五丙二语所代表分享的意义 刚好跟教宗他最近几年非常强调的众位弟兄 也就是联敏分享的这个概念有结合 希望借这一次的展览 把我们台湾艺术文化所代表的意涵 让全世界知道 艺术追求的目标和宗教及生命追求的理想都是一样的 都希望能够带给人一种真善美的境界 所以我希望借由艺术的创作 把五丙二语和五福临门 这种能量分享的概念做一个结合 让我的作品能够把最美 最善 最真的东西传达给世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